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从几点跟大家去讲一讲 如何去培养年轻人对法治 而比较上正面正确的观念 第一样就是不要将自由、多元、包容 这些价值凌驾在法律和法治之上 大家知道这些概念 自由、多元、抑制 如果你用英文的话就很明白 今时今日这些是很高的价值 高度就是如果你不接受多元 你不接受社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想法 你会有问题 这个我想在这里提一提 其实法治、法律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 其实最终都是寻求公义 寻求公义 公义 不要介意说得比较笼统 公义和真理 其实应该是站在一边 培养我年轻人 我从一个爸爸出发 看我的女生 都是年轻人 如何帮助他们 要分清 其实有些东西 都是有黑白分明的 都是有的 如何帮他们 要有一个培养 一个洞察力 有一个认识 让他们可以作一些抉择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带来近一点我讲的法治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凡事很多运作里面 都应该是有一个基本原则 有一个大众接受的基础 作为依归的 而很多时候法律 就是相对地 是可以代表了这些原则和基础的 如果你完全是不接受这一套的时候 所有事情都是自由的 这些事情就很混乱 因为所有事情 如果全部都是相对的话 这个世界是大乱的 其实 不可能所有人都适合了 如果你说要分析 要承受的话 其实不可能全部人适合 因为全部人适合 就是没有人会错的 这个其实不是很合逻辑的 我觉得第一件事 我会想帮年轻人 就是记得 其实你重视多元 重视这个包容 自由是好 不过不可以停在这儿 不去找一些 我们觉得是重要的 你不要叫真理 真理好像很高层次 一些很根本的原则 和一些基础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我觉得第一点 要帮他们 因为其实很影响他们对法律的看法 第二就是说 不要看法律和法治 是成为 宅外 寻求理想的一个敌人 那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我可以强调 其实 我肯定大家知道 大家做教育的人都知道 就是 一定要帮我们的年轻人 去培养他们追求理想的心 因为如果我们的社会 连年轻的 都不去追求理想的话 我们没有什么希望 这个理想包括在法律里面 寻求公义 包括追求公平 包括追求更民主的体制 这个绝对是对的 你说民主体制 这个全民普选 这个是基本法都说 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这个都是我们寻求的方向 这个一定不会错的 所以 帮他们去培养这个精神 去寻求这个是对的 不过 很重要的是 其实法律不是阻止的 法律不是阻止的 要他们理解到 就是说 其实民主 如果没有法治的话 其实是很脆弱 和很危险的 要帮他们理解到 法律、法治 和民主 其实都有些共同的基础 是什么呢 就是对别人的尊重是很重要的 因为民主真正的价值 和民主制度本身 要包容和推展的价值 是分不开的 那这些价值是什么呢 包括就是 对别人的根本尊重 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对你的伦人 你的伴侶 的重视 和采取一切的方法 令到社会获得共同的悲益 这些其实就是民主 要推广的一些价值 所以如果你要推广民主的时候 你应该是 拥抱这些价值才行的 第三就是 相关的就是 尋求公义 尋求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 尽量要透过法律 或者是改变法律 而不是在法律以外 法律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需要 法律的框架 法律的环境 去运作 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个秩序 没有了社会秩序 就不会有自由 也不会有改变 改善的途径 而法律的 一些原则规范 其实是 不能随便改变的 如果你想去改变背后的东西 你应该是用法律 本身赋予的一个机制 或者是条件 先去做 去做个改变 在香港的环境 我觉得 其实要给我们年轻人 都要有一个 特别是比较活动的 年轻人都要有些警告 因为法律 包括保障人权 这些东西 我觉得一直以来 那个发展 都是一个比较上 自然的 好像植物的生长 那样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太过人工化去改变 近年有很多人 去透过破坏法律 去挑战法律的底线 来试水温 去创造一些新的环境 是不自然的环境 就是不是说 有些事情发生 你就在法律里面看看 在这里应该如何运用 而是特别去搞一些事情出来 去破坏、去挑战 令到有一个空隙 法律如何填 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这样的情况就是 如果你有这样做法的时候 这个回应 有关法律上的回应 的力度 其实都不会弱的 如果你不自然地去做一些东西 里面来的回应 也未必是自然的情况 最终 都可能构成了 那个法律的发展 是不健康的 第四就是说一下如何帮助他们 我觉得呢 正如我刚才说 我是从一个做父亲的角度 去跟一些年轻人去谈这些问题 帮助他们思考的方面 今天我觉得难的就是 你跟他说一件事 说X 他在另一边就是他的朋友 或者在互联网上面 收到的信息就是Y 而Y的信息是更强 更加是说服力高的 究竟如何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呢 我们大家都在教教里面很熟悉的 就是我们都强调说 你要帮助他们 培养有独立 很理性 很有逻辑的思考 作为他们人生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其实很难想像 讲独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个人觉得 完全是不合理 去想这些东西 为什么这些议题 会在这么多个年轻人 当中 会成为一个反对现况的 一个落脚点呢 其实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也不是很明白的 但是可能就是在 你会说是否情绪走在一个理性之先呢 我们可能是处身一个 不是很完美 甚至有些人觉得 不是很公平的制度 或者社会底下 包括说 贫富的差距很大 又或者我们的民主进程 是有些停滞 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的焦点 特别是在那个 帮年轻人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焦点都是放在 不足之处呢 放在负面 缺陷 不公平的地方呢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就很自然会孕育 很不满的情绪 甚至是一些 比较偏颇的想法 而这件事呢 再加上在互联网上面呢 就更加呢 是大放异彩了 大家也明白 就是所有的 投其所好的连结 那些like 刚才所说的like 那些like就走在一起 全部一些比较偏的想法 都聚在一起 那就令到他们是看不到 另外一些的看法 或者其他的选择 那变成呢 是完全是比较负面的 就是说 任何事情呢 首先向坏的地方去想先的 又或者有些事情表面上是好呢 他都会 从一个角度 就是 肯定背后有些不好的东西 就是 我觉得很逼切 要帮他们培养一件事 就是当你说 independent critical thinking 的时候呢 其实呢 要帮他们看 不是全部是负面的东西 应该是有些正面的东西 带在一起 一拼来看的 那就是变成 如果我们有些事情是久违了的 就是在这个思考的工具里面呢 其实呢 缺乏了些什么呢 缺乏了一些欣赏呢 缺乏了一些 多谢人呢 缺乏了一些体率呢 缺乏了一些尊重呢 缺乏了一些同理心呢 缺乏了一些同理心呢 大家明白 一讲到讨论 争议的时候 近期在香港 我们看到的 在大学校园 里面看到我们有些个别的大学生 在遇到问题 争议的时候 所表现的呢 我觉得是令人痛心的 有个别 那当然也都是 有个注脚就是 有关当局如何去回应 是不是同样地 比较 不说是高压呢 就是硬一点的处理是最好的呢 这个我不敢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 行使言论自由呢 的权利呢 因为有人同时间 去履行 去尊重我言论自由的责任嘛 就是如果 每个人都不履行的责任 就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个也是要 帮助他们明白 就是说 一个give and take 就是说你 行使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行使 就是有人去尊重 那这个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怎么可以帮助他们 去看到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在表达 在争议的时候 怎么可以文明地 去讨论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 辣开一点点 我觉得就是 近年的香港社会 我觉得 甚至是整个世界 最缺乏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 就是good faith 就是一种 基本的善良 一种的 好的东西 就是以好 作为一个打交道的基础 不是以坏 作为一个考虑的开端 而这个good faith 我觉得呢 是相对法律 是更加重要 更加高尚的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呢 他不会说 只是强调 我只是要尽取我所要的东西 尽量拿我的权 能够达到的 无论是靠法律 还是靠其他方法 这件事呢 就是 跟不容异己 事事掃诸法庭 的相反来的 他不会将法律 当作一种兵器 去铲除别人 怎样可以有一种 培养到这种 很豁达的风度呢 即使你和我的意见 是相左的 即使你的意见 对我不利也好 我和你交手的时候呢 都是光明正大 不温不火 讲道理 不野蛮 这个呢 是不容易 第六点呢 就是 重心转移 我觉得第一件事呢 将这个sense of gravity 就从自己 转出去别人 就是帮助他想 究竟我今天 争取很多事情 我争取民主自由公义 究竟是为了我自己呢 还是 为了外面 有些 没有能力 去争取的人 去争取呢 如果你纯粹很多日 从自己去出发的时候 其实这些说法 都是一个借口 你是帮助自己 去维护保障 我自己个人的利益 但如果你那件事 是建基在其他人 特别是 没有能力去保障自己人的身上 那就不同了 重心又从理论 转到亲身的体验 亲身体验 我不是鼓励大家 去鼓励他们参与 学头去射棍的运动 不是这个体验 而是特别 要协助他们 真的走进去一些 真正 没有能力保障自己 权益的人 当中的一些情况 去实践 因为呢 如果民主自由只是 停留在意识形态上的时候 不是建基在实质的行动上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变得比较浅薄的 如果你能够去实践的时候 你追求的理论 就会更加有基础 而且你做这样的时候 就开始明白 事情总而有多方面 有多个原因的 你体验的时候 往往知道 你去抗争 未必是唯一 或者是最好的方法 去达到目标 最后一点 法治呢 其实最终呢 是一个文化 是一个精神 我还在做司长的时候 内地有几次 航天员登陆月球 他们就来香港 有一次有个航天员 吃饭坐在旁边和他聊天 他说他很欣赏 香港人守法的精神 他说 他在酒店 看下去 看到 那些人过马路 红灯 没有车 有些人都站在那里 不过马路 他说 这件事 在大陆一定做不到 看到香港人 就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很惭愧 因为今时今日 在座各位苦心自民 你面对这样的情况里面 你过不过马路呢 所以 其实真正的法治精神 其实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你 会不会深信法治的优点 而你自愿遵守 即使没有人看 没有人看着你 你都自愿遵守 你不是因为你怕被人发现 你破坏法律 而守法 而是你因为觉得守法 是重要的 守法 我们中国人说 不欺暗失 所以最后的问题 真正的法治精神 是否能够落实呢 就是看你 红灯过不过马路 多谢各位 这位 üş快乐 你